对于一般民众而言 不要说豪宅 连要买一天这个普通的房子都很吃力 根据最新的调查 台北市的购物痛苦指数达到了26.3 也就是说上班族要不吃不喝 超过26年才能买得起房子 大安区更不得了 要花上46年的时间 有房仲业者建议收入普通的上班族 转向周边交通还算方便的卫星城镇买房子 免得被庞大的贷款压得喘不过起来 台北市房价屡创新高 上班族要在台北市买到一间35瓶的新城屋 平均26年不吃不喝才买得起 而要在大安区更要不吃不喝46年 它的房价你看过了8个月 它的痛苦指数又多了2.8 2.8就是2.8年这样 那台北市大安区的预售屋新城屋 正式突破百万 眼看台北市购物痛苦指数一年比一年高 尽管政府打算在桃园领口 行建4000户平价住宅 但杯水车薪缓不积极 房仲业者建议新水族 转向桃园领口和台北县新庄卢州等 临近台北市的卫星城镇 将来又有捷运 或许是更务实而且可行的选择 交通部跟台北市台北县相关的单位来 共同来把这个捷运站要在那个附近 大概在500公尺之内经过 那这个将来一定会很热闹 实际来到卢州访假 目前新城屋一瓶约20万到25万元之间 比起台北市30年的中古屋还要低 将来建商打算在这里打造的平价住宅 一瓶渴望降到15万元 买30瓶新城屋总价450万 贷款250万 利率1%来计算 一个月只要缴房贷1万2000多元 对一般月薪45万元的上班族来说 还算负担轻 专家也指出 基隆跟桃源地区有很多金案 几乎是以成本价在销售 购物者也可以掌握时机 则有购买心目中理想的房子 这些卫星城镇虽然通勤时间较长 但却可以换来更好的住家环境 更重要的是 不会被房贷压得透不过起来 记者是小青 陈昌伟台北报道